王宝强离婚事件连续发酵三天 故事越来越抓马 一丢丢新的爆料也牵动千万吃瓜路人的心 面对宝强的频频出击 马绒方面当然不肯示弱 采取多重手段来打击反击战 不过我等吃瓜群众绝非都是傻白甜 睿智的网友分分钟就能指出 马绒各方证据的疑点 1.1 微信拍屏8个多 拍屏时间与马绒方知情者口述有逻辑矛盾 依照马绒方知情者所说 8月10日马绒还在国外 那么显然拍屏者不是他本人 然而这段话又和拍屏之举自相矛盾 单凭同款头像 无法确实证明是本人微信号 1.2 去年10月在明星婚礼上 结识流星女子与事实不符 当时唯独戴妻儿公开出席了 黄晓明baby婚礼 黄晓明方证实 冰口名单中没有流星女子 婚宴后王宝强与张薇 黄波等明星朋友欢聚 全程5万人 因此这位知情人称 王宝强与流星女子 10月在明星婚礼节时 在上述事实面前 也似乎站不住脚了 1.3 马绒方证实 王宝强户头有 190万银行转账记录 毛你多 190万是8月15日 当天转账证据 并未显示到账信息 汇款方 王宝强上海影视文化工作室 已登报发表执照 公章等遗失声明 最后来说说 智信人曝光的与流星女子的合照 在评中男子都以墨镜加口罩 与女子同框 已无法证明真伪 而现在看来 这出社婚内出轨的离婚争产大戏 才正式开打 在评中男子的孩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